土豆先去皮 再切成厚薄均匀的土豆片 像这样就可以了 放在清水里浸泡清洗干净 锅中烧开水 再把土豆片放进去 焯水一到两分钟 捞出来之后过一下凉水 捞出来沥干水分 土豆片可以铺平来晾干 只要把表面的水分晾干就可以了 这样干的会快一点 再来切一个条状的 放在清水里把表面的淀粉清洗干净 再把土豆条也放进去 煮一到两分钟 土豆条直接捞出来沥干水分 土豆条晾干之后 倒在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盆里 表面再撒点玉米淀粉 再给它换匀 表面薄薄的沾上一层淀粉就可以了 锅中加入足够的油 油温五六成热的时候 放进去 能够迅速起小泡泡就可以了 开中小火慢慢炸 开始土豆会变软接着会变脆 炸至中微黄色就可以捞出来了 最后我们再来炸手条 最后我们再来炸手条 炸至酱表面微微把黄色就可以露出来了 油温深够再复炸一遍 油温深够再复炸一遍 薯条变黄就可以捞出来了 今天分享的薯片和薯条的做法就完成了 薯片做法很简单 做出来的成品很脆也好吃 重点是薯条的做法 多加了一步裹淀粉的步骤 这样炸出来的薯条比直接炸出来的要脆 外脆离软 而且口感要好很多 不会放凉之后就会回软 喜欢的不妨试试这个做法